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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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12日 給點力才可以,笑多點,你見不見到啊? 無論是廚師也好,機師也好,西裝骨骨也好 只是一個跳字不可以的,沒辦法啊 因為reasonable thinking, Konnichiwa Hong Kong 我想他們內心是在搞什麼啊? 比較上競業的時候呢,就是那個廚師仔 都叫做拿著個鑊鏟,是吧? 其餘那些,喂大哥啊,你西裝骨是不是應該拿個公示包啊? 機師,機師拿什麼好啊?望遠鏡啊? 還是拿著綠竹啊? 那行山那個呢,就競業啊,至少都有一支行山像 那但是,Konnichiwa Hong Kong Hong Kong的,右邊那個女生,我不清楚她那個職業是什麼啊? 穿了Boot的,是什麼來的?大家可不可以說我聽啊? 視影?Waiter? Waitress? I don't know 那,今回要說的就是Bloomberg附載的 欸,你們不要這樣啦,她真是不懂的 人家讀那個,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 神學鹹獸課程,是吧? 毒臭了 Anyway,總之讀鹹獸課程啦 就是阿家超嘛,她不懂的,你們不要這樣啦 那還有,你別說喔,如果她練過的時候那口 Action 啊,比葉劉淑儀好啊 嘩,你真是,無怪乎現在不可以說啦 葉劉淑儀可能不喜歡啊,困腳仔 那今回,講些什麼呢? 挺有趣,上面寫著,到底這些城市 是不是疫情之後更加好住呢? 下面就來個,Hong Kong's New Normal isn't fooling anyone New Normal 這個字不是亂用的喔 以反貸為常貸 啊,即是變了那個貸啊,才叫做新常貸 這個字最先出現在我腦海裡面 就是一個叫格羅斯的人物 債券大王之稱啊 也是PIMCO,太平洋投資管理負責人 那她就說當時呢,市場就在新常貸之下 全球處於高槓桿和經濟低增長的環境 即是一直都會低增長啊,各樣 而美國聯儲局利息 她覺得,現在的中性水平呢 就是兩厘,而不是以前的四厘 她要說服大家啦 因為如果加息的時候,她的債會跌的 沒錯,沒多久她就被人炒了 又不是炒的,你叫跳槽啦 由一間大名鼎鼎的債券基金公司 又轉了去一間雞仔公司 所以當日說新常貸的時候呢 有機會她是掩飾自己的投資失敗的 所以今回啊,這個Bloomberg 寫到說什麼 香港的新常貸,New Normal 不能夠娛弄公眾的時候呢 她是意有所指的 當你用得新常貸這個字 就就是說,有個結構性的轉變 沒錯,香港政府呢 即是家超旗下就很想令很多人 覺得她跟港的 福常 經常說福常,福常 好像自己英武一樣 福常,福常 Hello,香港 奈何橋上,奈何游啊 奉去流空,江治流 很可惜的就是 香港已經進入了新常貸 進入了一個 即是經常會有人跟你說 回來沒事的 喂,不如回來啦 外國生活得不好啊 不如回來啦 類似啦 你經這些這樣的 大家知道什麼是海象嗎 海象的英文就是Morse 如果你加個Re字下去 就是Remorse Remorse 就是後悔啦 什麼是海象 海象就是以前的人說 看錯了的 那又是那些海員 那麼遠的時候 喝了一些不知道什麼 又或者神志不清醒的話 那有機會 他們見到的美人魚 就只不過是海象來的 誰知道 一聽到海象叫的時候 很難聽的其實 但他們以為美麗的個性啊 那於是乎就韓向海象的方向 人家叫他走過去 結果那隻船呢 可能那個島礁來的 那在那裏擱淺了 哎,更糟糕 於是乎呢 就有一個說法 你聽到有人叫你 你不要轉回頭 當然有東西才叫你的啦 是吧 同樣地 就是有些被人遊說了 覺得好像風聲沒有那麼緊 一回來的時候 就好像拍電影風聲一樣 有些就先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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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機啊 有些呢 就初頭沒有東西 他就看下之後怎樣燈你 然後收了護照 那至少 你目前是他的 肉錘砧板上 我們叫這些 喜歡怎樣玩就怎樣玩 那所以 我們經常說 賣仔摸摸頭 家超都讀 經常摸頭 經常說 復唱啦 但以上的評論 只適用於一些 沒什麼心理準備的 有些可能是慷慨就義的 已經知道個後果 特地回來 明知山有虎 就偏向虎山行 慷慨激昂就義 那這類就另一類 不在我們評論之列 好了 那Boomberg這篇文章怎麼說呢 真是賣仔摸摸頭的 Hong Kong is returning to normal 喂? 真的這樣寫? 就不是 後面說 That's a message of a relaunched campaign 只不過是 他做的一個 campaign campaign的意思 就是他落足力 去搞的一個 宣傳攻勢 早在2月初的時候 啊 那 美麗新香港 Hello Hong Kong 其實是HELLO Hong Kong 我也跟大家說過 他玩拼字遊戲 但是這個這樣的 服償 說服你服償 那結果 嘩 他送些什麼人下來啊 送些單車佬下來 七武器之手啊 送些大武仔食兩送飯的下來 先都不先下 你下來幹什麼啊 那還要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要守規矩啊 尖沙咀一向都出名 湯客的啦 嘩 現在湯客要被罰 是你不著啊 喂 湯了這麼多年啊 對不對 你現在說不給湯 怎麼賺吃啊 就是不給你賺吃 所以其實 虎女真的要維護一下自己的權益 走過去遊行一下 但奈何 某軍呢 就要登基大典 大地在我腳下 嘩 那套戲 我以前很喜歡看的 小時候 做著功課各樣 都要先看 那說到服償 這件事是 共富王全之後的事 他沒有這麼說 不過是 說香港就扔走了很多 抵不住頸 就跟了這個 共富王全的路線 挖泉見舞 嘩 早在幾個月前我已經說過這件事 哼 給我笑Q腳 共泉共泉 共富王全 啊 你真是共泉的 你真是躺平的 那結果 結護了你不好的啦 一心為你好啊 我真的的 你肆虐喔 那別人怎樣啊 試若無島 聽過沒有 你連整個香港島都沒有了 那別人見到你試若了 那便起了降 一拳兩拳 白白白白白白 真是熱運 這次恩子丹 要10個有10個 要100個有100個 力氣而亡啊 那當然的啦 別人見你開始 咦 不碰當了 弱勢了 所以你見到 開始啊 有一系列的晶片制裁 有一系列的香港公司被制裁 叫了你不要共富王全的了嘛 你都還要摸過頭過去的 但是 啊 我們是樂見其成啊 樂見其成 那沒有的 一心為你好 啊 好心就作鱸匹 那沒辦法啊 好了 這個BOOMBERG又說到他的措施啦 除了Drop了那些19的隔離政策之外呢 啊 又給了50萬張機票啊 一國泰啊 這個JL John Lee 人家就 Judicial Review 他呢 Judicial Laws 無法自知成啊 真是沒有辦法去治理的城市那意思 Build as probably the world's biggest welcome ever 他講到啊 嘩 你投懷送抱 世上最大的娜娜姐啊 亞洲的世界級城市 回來了 這些 我們叫布馳扁用啊 真是 好像在讚你那樣 啊 其實一隨隨下面呢 就兜隨窩面 淡仔米線啊 是有很美麗的 那些米線 淡仔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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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著這個荒謬的 武道啊 Bizarre Breakdowns 有些穿著Cafe Pacific 國泰航空那些 還有那些 全部都國泰航空 那大家猜到右邊 第二個女仔 是什麼呢 我都是猜不到啊 可能要國泰的朋友仔 才答到啊 這些叫Bizarre 你看看這個 神聖 啊 青紅蘿蔔帽 穿著一套粉紅色的套裝 在這個 蘭桂坊那裡啊 啊 就表演一些不倫不類的 武道 武王啊 好了 那去評論這場這樣的 Marketing campaign campaign 即是有意欲而為之 扔了錢下去的啦 由於貪便的關係 他找了些中東PR佬 是不是啊 又或者只有中東PR佬 做他生意啦 竟然啊 走去宣傳的是殖民地時代啊 那些名勝 是殖民地時代啊 又不說那些新起出來的那些啊 懷免回味啊 玩那些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要起身 基建那些你都跳啊 就跳什麼啊 在這個高鐵站那裡跳啦 是不是 在天壇大佛那裡跳啦 是不是 在灣仔會展那裡跳啦 在故宮博物館那裡跳啦 戲曲中心那裡跳啦 這些都叫做 九七之後起的嘛 不是 就唱回那些殖民地時代 那你可以說他找回自己個領域的 他那個市場的洋人是認得這些東西 所以就給些山頂纜車去看啦 啊 又找些郭富城 陳慧琳 我不是說他們過氣 還有跑步婆鄭秀文啊 嘩 去這裡解釋了喔 怕你不明白啊 洋人 Who are popular before the 1997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即是是九七年前才流行的咯這些東西 是不是 去仿造一個印象 就是香港呢 還在回歸之前 喂不是去殖化的嗎 搞些這樣的東西 你啊 找一隻肥巨鴨啊 那隻黃色的巨鴨啊 雖然就穿了 啊 跟著就破了氣 但至少可能那些洋人會知道是什麼啊 變成了明信片喔 Hello Hong Kong 而鐵口直斷啊 這裏 Bloomberg 寫著 That place no longer exists 你這樣反而令到人更加反感 啊 為什麼呢 嘩 以往一個這麼美麗的地方 被你搞得不倫不累 不知道的 你當人家 是不是 成幾十萬人過了大英帝國 啊 總會有人問的 你有幾十萬把聲音 嘩 為什麼你過來啊 香港不好嗎 嘩 這句正咯 青紅蘿蔔煲豬爭 那同時間 他這裏可能是個客觀的陳述啦 在三年的期間 香港都可以說是全球最受影響的一個 世界級的城市 嘩 他說話都 說得幾準確喔 他講到明 啊 你那個un successful pursuit 就是你去追求 動態清零啊 是完全怎樣啊 他不要叫covid zero啦 你用回別人那個啦 應該叫dynamic zero 是吧 動態清零 有動態兩個字 但是他又說zero covid 是un successful的 不知道他有沒有聽過 黃泉政策 是不是 Yellow pund which stands for funeral for the whole hong kong 可以說是完全毀難了 市民日常的生活形態 令到經濟上也好 心理抑鬱上也好 鼓勵移民也好 都成為逆候餘波 就不是謀波 那近日很多就跟你說 會過去的 那當然會過去啦 是不是 難道一直存在著嗎 你移民潮總有終結的一天 五百萬人移走 還有嗎 不會的嘛 所以總會回落的 數字 所以他也講到 DC fast will fade However the political changes are set in stone 這些總會過去啦 是不是 大家都以為 過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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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政治的影響 已經寫在牆上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可能他現在這個 Hello Hong Kong 政策 可以叫做一個 Ostrich的政策 什麼叫Ostrich的政策 很厲害的喔 你聽過鴕鳥戰勝獅子嗎 這個故事就是鴕鳥戰勝獅子了 肥牛牛布施裡面 就講到這個 叫做古老蜜收 就是鴕鳥有個名叫古老蜜收 那獅子大王來到的時候 古老蜜收見到這個獅子大王 他成功戰勝獅子 不斷吹噓自己的英雄事蹟 幾秒那麼大把啦 就講到 我一定贏你 為什麼呢 啵一聲 整個頭都要落個沙子 然後獅子就消失了 獅子消失了的時候 大家說是不是 古老蜜收厲害 而有扣過這個流行 所以美國今時今日算賬 也是看回這個大流行 是不是 他就整了一個共產香港出來啦 包括刪了那些新組織啦 拿捕這個異見分子啦 令到很多的商會解散 也都在學校那裡 每日香港的兒女就接受著一種 patriotic 英母學舌式的愛國教育 挨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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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就說 香港島啊 有些像一隻青蛙的嘛 不用 變成青蛙這樣的聲音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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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 講到全方位式 encompassing的一個 crackdown 碎裂 原因就由於 很明顯啊 他講明的原因 就是他要 壓服2019年 投訴部作出的投訴啊 就是自己做得不好 還要打人啊 這間公司都幾惡 他直接用到 Exodus 這個字 也是聖經上的出埃及記 就是我之前也都拍了一集叫出鄉及記的 以鄉裂人啊 那誰是我們的摩鄉呢 罕有地 他印了一幅圖出來 啊 population方面 你看到下滑哦 而且很急速哦 一個山頂頂峰值哦 而且已經計及 他每日150件的了哦 with population declining for three street years 原來 吾京吾國已經連續三年下跌的了 香港的人口 那麼 很多要動身的時候啊 有些猶豫緊的 那麼陸陸續續 還有我都說過啦 共槍共團 共虎王團 結果啊 啊 他一開放了 香港人就兩邊飛 開始呢 啊 就看一下啊 哪裡好啊 哪裡好啊 開始呢 來了 滾滾移民潮 啊他夠膽哦 人民都是用腳的 這裡都說到人民是用腳 同時間他又說了 啊 有一幅非常荒謬的景象 一方面你就在這裏說到 複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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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另一方面呢 啊 也都在這裏 上演著四十七人大安 那這些他控制到啊 控制不到就青紅蘿蔔煲豬爭啊 是不是 也都說到有三千五百名的老師呢 就離開了 這些都是往日的 就抽走了八三億的公積金 迪斯尼也咳了 咳咳了啊 我也不知道呢 這個Simpsons那套 串流的劇集 這個沒有什麼資訊啊 我們都不知道 只有他知道 是洋人看的嘛 Simpsons 2020年之後 還加的很多審查了 那欣之丹想做讀事呢 審查之後他就談了 對不對 所以走去 不是葉文 是葉奶 葉奶淑儀 那到底這種叫做one-eyed的approach 就是 只有他看你 沒有你看他的 能不能夠成功呢 老王賣瓜 自賣自夸 他的說法就是這個 而旅客關注的東西 可能啊哈 很多人 外國來講 就都不會太過看這個政治環境 他to be honest 這麼說啊 除非 他這裡也都用了除非 除非你不是在這裡進行一些 中國特色的 往日都會有的 在街頭的畫面 不一定 就算沒有了這些畫面 他做過這些畫面 那些遊客是知道的嘛 除非你能夠令到他們 不知道 那但是 他們當日已經知道了嘛 你可以令一個 完全不知道一件事的人 知道一些東西 但是你要令 一個知道了某些東西的人 不知道一些東西呢 可以跟你講是 靠什麼啊 沒有可能的 對 沒有可能的 再加上了 他自己捉蟲的 滾滾的移民潮 去到外國的時候 當然就跟你說好香港故事的啦 青紅蘿蔔煲豬爭 一個又一個 這些這樣的故事 四十七人案 一個又一個這樣的故事啦 甚至乎 向別人的家人 埋手 就是將姜人 那一套 放了下來香港的城市 只不過 低強度式運作 with a lower intensity 就不代表 你沒有做過嘛 掩耳 就盜靈 stealing the belt and covering your ears 那但是香港 仍然是擁有那些基建的 你就因子丹式說咯 你片面式報道 你沒有看香港的基建多漂亮的嗎 就是給個幸福摩天輪你了 上到去 上演青紅蘿蔔煲豬爭 好不好玩呢 那但是 的而且確是有一些人 一些商戶 那覺得香港還有錢賺 一個又一個這樣 走回來開show的 他都有數過 你看回由2020年開始 香港的旅客數目 和近日的旅客數目 那但是很壞的 他那些旅客呢 是算了 由外國回去香港 那些充餐一下場面的 所以都有幾疲 幾萬人 甚至乎 大陸旅客 都叫做旅客的一種 就營造一種這樣的氣氛 你不見嗎 近日街道的而且確是 多了一些低端的 呃 你有沒有見過旅客來吃兩頓飯呢 照到你旅客吃的兩頓飯 你應該加價給他 最壞的就是往日 你看明星古蹟各樣 然後去吃飯 那你吃得來 他開在旅客區的 那就charge你貴一點的價錢 就不叫水餘價的 只不過是旅客區就要的 難道你坐車出去吃嗎 誰知道你真的坐車出去吃 就要走到去那些 微知血管裡面 吃這個兩頓飯 你真是催不去 所以一群又一群人 tourism 已經算是第三產業裡面 比較上低端的了 低端中你還要更加低端 低檔次 沒有怪乎這個陳茂波波 要派消費券給那幫大帝 啊 內地來的大帝 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你那兩千五不派給他們 他們連這些消費都充差不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他肯派了 那很快就有來港申請消費券守則的了 即是那本手冊外掛 怎樣透過這個工聯會 民建聯那些 可以容易easy job 那他亦講到有些藝術展 各樣那些 還有MTR地鐵那裡 亦都開始 旅客量上回去 但是 作為金融中心來講呢 就不是一個這樣的會視了 如果你說旅客都還可以的 他們來都是看摩天輪那些 我想 但是對基金佬來講 麥博斯那些來講 他們是 他們不是來玩的 他們真的跟你計數 這樣就很難說了 尤其是當你要評估 Social political factor 的時候 這個政治經濟影響 他叫這個做政治經濟維修 和你大修一番 已經變了不倫不類 一個四不像 就好像 不是食神 那套是少林足球 好像太極功夫整饅頭 於是乎 照眉你見到 化了農莊厭末 扮成個火星人 那你什麼事 原本就好好的 人家只能跟你講 地球很危險 尿起火星吧 你回去火星 地球很危險的 完全是這樣 他經常覺得危險 還有 你太極功夫做饅頭的時候 就等同千手金柳佛丟 你搞這麼多重功夫 做到多少件 快還是慢 似乎是會很慢 還有 由2017年 66%的公司 維持正面評價 跌到 2022年時候的44% 你計算 就大跌了 33點幾% 包括 有什麼指數下降呢 這個 資訊自由流通 政府的連結度 法治 以及政治穩定性 同時間他計算這個 Headquarters 也就是 公司總部的數目 也都由 原本 美國主導 就變成了 中國主導 中國就由 190間左右 上升到250間 美國就一路 跌跌跌跌跌跌跌 300間跌到 剩下230間左右 更低於中國的數目 所以這裏 鐵口直斷 It will become just another Chinese city It will become just another Chinese city Hong Kong is China 一句這樣的說話 你只不過是中國另一個城市 這樣 不論道理否認 就等於 王子華話頭 都是那句 你入個屋村 在沒有保衛的情況下 而且沒有法律責任後果底下 你走得進去 走得出來 這個就美麗新香港 氣功都搞不定吧 走得進去九龍城寨 在沒有法律保障下 人民可以自由做出去的 決定的情況底下 你走得出來 當你贏 你不要從後面搞什麼 影帝影后 原來隔離跟著進去那兩個 Bodyguard 撞你的鬼 所以很明顯 洋人都知道是什麼道理 簡單講就是 比旅客你都還可以 有些人始終喜歡來玩 但是 投資就免問了 It's very doubtful 就是這樣 今天講到這裡 今天講到這裡